古人常说天命所归 像是刘邦的崛起 他灭亡秦朝 打败项羽 建立汉朝 一路上都有称言 暗示刘邦即将取而代之 他就是天生的皇帝命 刘邦从斩白蛇起义 就与战国时代周延提出的 古德忠史说不谋而合 史记当中更记载 刘邦的样貌 龙准和龙眼 异语常人 有可能是骄龙本事 到底这些特殊现象 是刘邦在起义的过程当中 为自己造势 还是冥冥之中 真的有天地相助呢 而刘邦早在建立汉朝之初 就预演了 两百年后的王莽篡汉 这又是怎么回事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卢生拜见陛下 你自私出东海 是否找到常生药 见到仙人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 巡游天下 途中他认识了一位 名叫庐生的方式 就此展开巡仙问道之路 秦始皇派庐生出海 找神仙求得常生不老药 结果该找的东西没找着 倒是找到了一本天书 可是这个庐生 哪能找得到神仙 第一次巡仙不果 秦始皇又再派他出海 这回又无功而返 不过这一回卢生 找来一本路途书 真真是古代预测未来的秤书 仿佛正看出了些端倪 上面有几个字依稀可见 王秦者 忽掩 天书上说 王秦者狐野 诸位爱卿 这件事 有关大秦的兴亡 诸位爱卿 有何高见呢 王秦者狐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臣建议 应该把名字有狐的人都赶出宫去 秦始皇听了半信半疑 这时候有人提出 湖指的就是北方的湖人 触动了秦始皇内心最深的恐惧 那秦始皇看了之后认为 这里的湖应该是湖人 于是下令大将蒙田 代理三十万大军北极匈奴 那么另外秦始皇还做了一个举动啊 就是连接三国的万里长城 那么这个万里长城连接起来以后 那么就是挡住这个湖人嘛 那么这个万里长城的 这个修的民夫有七十万人之多 那么这么多人去修这个万里长城 那么当然它就会耗损到国家的农室生产 我们县卫大人一令行使 决定从你村征召两百状劳利人 三日内赶赴北帝郡 不得有误 秦始皇后被大量金钱 人力全面防堵 胡人亡情 不过后世的史学家却认为 这不是乘严 而是六国的阴谋 借此削弱秦国国力 伺机复国 果然秦始皇的种种举措 引起大批百姓不满 因为秦始皇想建立一个大的工业 所以他建很多像是直到 就是高速运路 那还像一些迷路 或像长城这些东西的时候 对自己秦国百姓 可以容忍可以接受 他们习惯这种做法 可是到六国的时候不这样想 他们觉得我这么苦干什么 所以开始起来反抗秦始皇 因为秦始皇是横针暴虐的暴君 在家政三万民夫 发往商郡 父皇 最近已经发了两批民夫 去商郡摇曳 儿臣担心 如果再争三万 恐让民众生怨 长城直到 是我大秦命脉 赤大于天 你身为皇长子 熟目寸光 因小施大 清朝末年各地明辩四起 其中最著名的一股力量 非刘邦莫属 刘邦生于战国时期 楚国的沛县 是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在他坐上龙椅之前 根本没人想得到 那个无赖刘邦 竟然会成为天下之主 刘邦原来他的职位是平长 他平长之前是一个地底流氓 那就在那片吃片喝 来来来 这院里屋里的 你们看什么值钱 你们拿什么吗 钱呢 拿钱 什么钱 我哪来的钱 我没钱 那么比如说刘邦的崛起 就是当时他奉命呢 押解了一批人贩 然后要到这个某一个地方 去做苦役 快走快走 快点 走 后面的跟上 快走 跟上跟上 西元前二一零年十月 四水亭长刘邦奉命 押解犯人到离山修灵 途中有不少人一面走 一面开溜 剩下的人数越来越少 这时候又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么想到路上遇到山河爆发 爆发的时候 这个延缓的一两天 根据情侣 延缓送囚犯到指定地理 是要死罪的 全部斩首 没有办法 死的首先是我 我必须得跑 你们呢 愿意跑的跑 愿意走的走 当然了 跟我进山 不一定能活 但是回去 一定是死的 所以刘邦这个人 很讲义气嘛 他就干脆给 剩下来的这些人说 我看就算了 我们大家就一块儿 去跑路算了 所以他这个人就是 非常的讲义气 很像一个大哥级的人物 那这些人就有的真的就走了 但是有的人就觉得 这个人对我们蛮仁厚的 就跟随他 所以这就是刘邦的起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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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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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就是刘邦最初起兵的资本 他领着一行人往盲荡山而去 这天晚上负责探路的先锋 在路中间 看见一尾大白蛇挡路 他吓得赶紧退回来 跟刘邦回报 刘邦最信心的说 神为戴丈夫 有什么好怕的 于是举起自己的青铜剑 一箭就把白蛇斩成两段 我要把你碎尸翻断 碎尸翻断 我怎么可以 小心 掌完白蛇路也开了 一行人继续往前行 这回又有奇怪的现象 三更半夜荒郊野里 竟然出现一名妇人 独自在山中哭泣 有个方妇女她说 你为什么哭啊 我突然跟她讲说 这个 我的儿子被杀了 我儿子是白痴之子 就被赤痴之子杀了 去去去去去去 我儿乃白痴之情 我儿乃白痴之子 今夜他化身为白蛇修炼 却被赤痴之子 醉酒无得杀死 这些人听了之后 认为老太太乱说话 正想揍她一顿 这个时候老太太却突然 凭空消失 让这些人惊异不已 后来他们赶上刘邦 告知此事 那刘邦在一想 刚刚那条蛇是白蛇 那我斩了蛇 那所以蛇是神仙的化身 那这样看起来 那我也是神仙的化身 所以我就自命不凡 甚至旁边的人 也认为今天我们所跟的 这个主子 他是一个天上所将来 神明不生的一个 不同于我们一般的凡人 赞白蛇是人意 刘三爷是弟子 唱刘邦呢 你听说了没有 原来这个邋遢懒散的刘邦 居然是赤弟之子 刘邦斩蛇起义 打回沛县后被推举为 沛县县令 自称佩公 老百姓对这段奇遇 议论纷纷 尤其当初秦始皇又老是说 东南有天子气 莫非就是刘邦即将取而代之 因为早在春秋时期 秦始皇的先祖秦香公 就被认为是白帝的后裔 西元前771年 犬龙入侵 周幽王被杀 周平王继位 秦香公出兵秦王 因为旧驾有功 位列诸侯 并获赐齐山以西之地 所以秦香公可以用太劳三孙 去祭祀白帝 那么白帝究竟是谁呢 白帝其实是皇帝的儿子 邵浩 那么这个邵浩呢 他分工在西边 所以跟这个秦国的位置呢 也非常的符合 那秦香公去之后 他的儿子秦文公 有一天梦到一个黄蛇 从天上叫下来 被一个小孩子跟他讲说 我封引为白帝 接二连三的征兆 让秦文公再引三生祭祀白帝 此后秦国王室都自认为白帝后裔 到了战国时期 营养家邹衍提出武德忠实说 就解释了王朝更替与五行的关系 寿命于天才能成为天子 邹先生 精通五行学说 是我七国共敬之大家 有礼了 谢谢 谢谢 那邹衍就是认为说 天地之间在改变的时候 有五种元素复活土经水 他认为这个轮流的磨土经水 会造成政权的动荡跟轮替 所以就慢慢形成的学术 叫武德忠实说 而这套武德忠实说 也被应用到刘邦斩白蛇起义之上 刘邦被视为赤帝之子 赤是火德 根据五行相生之力 火能生土 所以刘邦得土德 而秦始皇是白帝之子 白帝是金德 金生水 所以秦始皇是水德 根据相生相克原理 土能克水 所以刘邦能推翻秦始皇 以汉朝取代秦朝 难道刘邦真的是天命所归吗 司马迁所编撰的史记当中 高祖本记就记载了 刘邦出生的传奇故事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提到 刘邦的母亲叫做刘傲 有一年夏天中午 刘傲去河里洗澡 原本是晴空万里喔 没多久突然变得乌云密封 下起暴雨 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突然飞下一条龙 绕着刘邦飞了一圈 就腾空而去 就突然之间 这个没有起床之后 刘邦就怀疑了 就留下这个刘邦是龙之子的传说 那刘邦的 他的长相 说他龙准而龙颜 就长得那个脸像龙一样 他的额头中间也凸起来一块 那就很像那个龙的部分 那什么叫龙准呢 就是说他的鼻子特别的高 他的鼻梁整个是平的 就是不会凹下去 不管是史官为了讨刘邦欢心 还是刘邦的外表神似龙颜 从事后来看 说刘邦有皇帝命 或许有几分道理 时间来到西元前2008年 秦末明辩最强的两股势力 众望所归的佩公刘邦 以及贵族出身的西楚霸王项羽 竞争进入白热化 那么他们仍奉楚白王之孙 叫做雄心 那么仁号楚白王 就是说还是以楚白王作为名号 那当时呢就是说 约定谁先入关中节为王 我去 我愿意前往 当然 我勇不如宇将军 谋不如范大人 但是我有灭秦的决心 我清楚 西进的这一路艰难困苦 但是我不怕 我愿意前往 当时的向打仗 就比较耿直一点 他自己觉得了不起 就到哪儿就打哪儿 那刘邦博士呢 刘邦他底下有许多谋事 比如第一集就跟他讲说 不要这样打 我们可以绕得走 遇到困难不要这样打 结果呢是刘邦先入关中 其实刘邦是一个比较没有文化的人 所以刘邦入关中以后 他第一个就想就是 跟过去其他军队做法一样 就是先抢嘛 哇 真大呀 好大呀 太漂亮了 是 刘邦进入咸阳城后 被胜利冲昏头 正要享受荣华富贵 这时候谋士张良萧和 跳出来劝他 小不忍则乱大谋 刘邦于是从善如流 求好无犯 更废除了秦朝的言行俊法 成功收拦民心 让他们知道知道 天道还在 传往的命令 从即日起 杀人者偿命 伤人偷盗者 知罪 那好 咱们就算阅法三章了 而后刘邦这样的做法 吸引越来越多秦朝详将相助 最终在西元前 二零二年统一天下 史称汉高祖 还记得当初那位 拦住去路的大白蟒蛇吗 其实这段故事还有后续 据说被斩成两段的白蛇口吐人言 说 今日你将我斩成两段 未来你的剂业 我一定也会还你一刀 斩成两段 刘邦听得不解极力 但是也不肯在意 继续前行 没多久就久易上涌 最早在路边呼呼大嘴 我看那条白蛇 它都快修炼成精了 却还不是亭长的对手呢 听说成精的白蛇 会在紫时分化称人形 它会不会来找我们报仇啊 这 这 这都快紫时了 那我们 展完白蛇当天夜里 刘邦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白蛇来索命 口吐还我命来 而刘邦在梦中应付白蛇说 这里高山峻岭的 哪有命还 平地还命吧 说完白蛇就消失不见 刘邦在梦中随口做出承诺 梦醒后根本没放在心上 成功建立汉朝后 更是志得意满 将什么白弟子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两百多年后 当时的人们才终于了解 这句诺言的真正意义 他在朝中这个声望非常的高 那么他在地方上全请朝衍 所以人家一开始的时候 对王莽印象很好啊 所以不是有两句话吗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下事时 王莽原本对汉平帝千功忠诚 还把女儿嫁给皇上哦 但他包藏破心 反而把汉平帝堵死了 应验了平帝还命的说法 原来是汉高祖斩蛇 两百年后的汉平帝还命 王莽名字的意思正是王莽 难道是当初的白弟子 投胎转世前来所命吗 既然刘邦运用了武德忠使说 以称为臣帝 王莽就如法炮制 王莽有一个国师是刘青 他是汉朝的学者刘相的儿子 他就专门搞这个天人感应 就是说地上有什么异象啊 就是表示呢 这个天命就不可为 当然这些很多都可能是作假的 西汉末年时 有个太学生叫做埃章 埃章认为福瑞都是真的 天命印在王莽 所以他设计了一个铜盒 交给刘邦祭庙守庙的官员 而官员把铜盒上成 王莽打开一看 里头装着两简 一简是天地行刑金贵图 另一简是赤地行刑某传语皇帝经测书 两简都写明 王莽为真命天子 公元八年王莽篡权 定国号为新 史称新朝 质子西汉变 王莽达到了他的脱骨改制 篡汉自立的隐心 没想到新朝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四年 就因为绿林军攻陷长安宣告灭亡 汉朝宗室流秀 趁天下大乱之际崛起 复兴汉室 如今天命所受 秀自当遵从天命 追随大哥 复兴汉室江山 逆贼当诸汉室必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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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看这一段历史的话 汉朝确实是被切成两段 因为中间有一个金马时期 更重要的是 王莽之后东汉已两百年 两百加两百中间卡个王莽 跟当时刘邦斩白蛇这个说法不谋而合 东汉自汉官五帝刘秀建立 到汉宪帝善让 历时将近两百年 纵观汉朝发展 仿佛应验了当初白蛇的诅咒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想一想 我一个吕佐之人 首提三尺剑来闯天下 他居然赢得了天下 这不是我刘邦有什么本事 是天意 刘邦仅候天意 他告诉老百姓 他才是真命天子 其实在当时 秦始皇也遭遇许多不祥之兆 秦始皇这世上 第一位皇帝 他统一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 千古工业 也因此他变得相当敏静 为了维持这些成就 他先派徐福去东海求仙丹 还下令方氏儒生炼丹 就是为了要长生不老 结果仙丹都还没有求到 秦始皇的身边 却不断地出现不祥的预兆 每一个都在暗示 秦始皇他大写将近 秦朝也即将要分封比息 这些现象 到底是有心人在背后操弄 还是真的天意不可为呢 西元前二二一年 秦王镇二十六年 英镇统一六国 自称为始皇帝 他势必公卿 推动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改革 北极匈奴南征百岳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天下之势无小大揭绝于上 后来根据一些个考证跟史料 发掘秦始皇 他个儿非常高 但他有先天性的漏斗胸 所以他呼吸上非常不顺畅 但他的工作量非常大 他每天要劈的奏章 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语解 他突然想到怎么样把自己身体弄好 当时医学没有教他怎么养生 还有突然想到 当时有方式之处 就找一些道士的方式养生的 祈求长生不老的药 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 说东南有天子气 迷信的秦始皇听到后 醉醉不安 怕他好不容易建立的天下大业 毁于一旦 决定亲自东游展龙脉 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西元前二一九年 秦始皇首次东旬 登泰山科食颂德 之后南下狼野台 逗留数月 其间奇人徐福 趁机上书请始皇说 海中有同来方丈 因周三座仙山 为仙人所居 那里有藏身不老之药 自己愿待同南同女前往 求来献上 大家都知道 哪来的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却是满心期待 派徐福出海 仙人和仙药当然都找不着 但如果老实说 秦始皇能够接受吗 陛下 草民连年出海 遍访仙山 去求那长生不老之药 好几次曾抵近蓬莱仙岛 却偏偏在大海上 由聚焦为碎 兴风作浪 阻挡住草民的海船 那蓬莱仙岛近在眼前 但奈何靠近不得 所以再一次就九年后出海的时候 徐福就带了公奴手 带了军队 当然也带了同南同女 还带了很多的工具 因为就是说 把这个所有的万全准备都做好 这次一定要成功 找到蓬莱山 找到神仙 秦始皇求要心切 不宜有他 徐福第二次出海 仿佛是移民规模 带了同南同女各三千人 搭乘数十艘大船 浩浩荡荡向东海而去 去航 去航 有一个书上记载 就是不到日本去了 因为秦始皇给他的 一些重要的物资 水啊 穀物的种子 全部可能就拿他到日本去播种 开始建议新的天地 因为有两个证明 第一个证明就是 富士山它本身也叫做蓬莱山 它在古代的典籍上 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 日本早期的这个文化 如果从考古来看 它很早的时候是渔烈蓄密 但是突然之间 一下跳到农耕 那个名声文化 而且立刻就有了青铜器了 这一次徐福一去不回 秦始皇再生气也没辙 幸好他东游途中 还遇到了另一个方式 卢生 据说这位卢生来头可不小 曾经和孙病旁娟一样 师从纵横夹鼻祖鬼谷子 听起来可靠多了 陛下 快 陛下 快快快 快去叫卢生 拿简单药来快去 是 因为卢生劝始皇说 要长生不老 除了去海上求药之外 既可以变 希望必须 好啊 可以一变更好 快点啊 陛下 那么其实啊 说不好听这些卢生啊 这些方式啊 他们就是招摇状片 号称他们能够练出 长生不老之药 到今天二十一世纪 也不可能成功啊 所以他们就是骗钱 然后呢就 匡骗这个执政者说 我们正在做什么样的研发 毫无意外 卢生练丹失败 一直匡骗秦始皇 也不是办法 这时候他展现过人的口才 编了一套煞有其事的理由 于是他找了借口 对秦始皇说 我之所以练不出仙丹 是因为有恶鬼作祟 只要陛下不让属下 知道自己行中 就可以避开恶鬼 一旦能避开恶鬼 真人就会主动来见您 而长生不老之药 很有可能因此练成 秦始皇听从卢生建议 神出鬼没 还废除正的自称 改成真人 结果不但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 奇怪的现象 还在一年之内接踵而来 陛下 陈昨夜夜观天下 竟然看见盈祸守心 此天象乃是大凶之兆 臣不敢耽搁 特来禀告 盈祸指的就是火星 那它是非常亮的 但是这个火星啊 被称为灾星 就是象征着有一些天灾人祸 那么守心 这个心绣呢 心绣是二十八绣里边的天蝎座 天蝎座就象征着 比如说皇帝本身啦 或者是太子啦 还有其他的庶子 秦始皇认为 这种情形出现 要不就是自己会失去大位 要不就是自己会驾崩 让太子继位 盈祸守心的出现 大大打击一心想长生不老的 秦始皇 这台迷完 突然间一颗陨石 坠落在东郡地区 让开 让开 不得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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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后 你要跑去看一看 那个隐匙上就写的是 死皇死而必分 比如说七皇死的 可能就国家分裂了 方圆百里之内 无论富有老少 朱泉牛羊 已该杀之 杀而分之 方圆百里 化作焦土 万年寸草不生 秦始皇把石头烧了 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全部灭口 还是阻止不了命运的走向 紧接着第三个凶兆来临 秦始皇的死者被人拦下 塞给他一块玉 说 那死者如实上报 那秦始皇检查这块玉之后发现 这块玉壁 秦始皇心中忐忑 寻找化解良策 占卜出的结果是必须 巡游和前席百姓 才能够逢凶化吉 于是秦始皇在西元前 二二一零年初 秦始皇三十七年 展开他人生中 最后一次巡游 那么当然秦始皇 他这个路上经过的苍茹山啦 还有会计山 这些地方阴气可能比较重 因为是过去雨啊 润啊 这些上古的先贤 他们这个驾崩的地方 这也巧了 朕昨夜 梦见与巨灵交战 却总不能得胜 这巨灵 自称海神 就想到到了海边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鲨鱼出现 大鲨鱼 秦始皇终于遇到一个好遇照 智德亦满返回咸阳城 却在归途中突发重病倒下 他也预感到自己恐怕时日无多 宣长自复苏 苏惠咸阳 即为登基 秦始皇从第五次行游返回途中 在沙丘停留 民间传说 此地阴气逼人 因为咒王曾在这里建设九十肉林 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宫女百姓 而赵伯武林王也在这一个地方 遭遇兵变 最终饿死 而秦始皇哪里不平 偏偏停在这里 皇帝 终于所有不祥的预兆都在这个凶险之地应验了 七元前210年7月 秦始皇一并不起在杀丘驾崩 他听了卢生的建议隐藏行踪 又为了躲避暗杀变换车架 让赵高里斯可以密不发丧 轻易支手遮天 大秦帝国也因此走向衰亡 所以大秦帝国之所以会这么快灭亡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如生恋丹失败所找的借口之所致 秦汉时期人们十分相信玄学 相传就连基础幻王项羽 也是因为诅咒才惨遭分尸 真是如此吗 敬请锁定现代启示录 欢迎回来 秦朝暮年反秦失礼当中 以西楚豹王将羽呼声最高 尤其他底下有一只相当精锐的 楼帆寄兵 曾经以三万人大败流邦的 五十六万诸侯联军 威震一时 据说这支神秘的特种部队 原本是秦朝的军队 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收编 成为他最得力的寄兵部队 楼帆寄兵到底有多厉害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刘邦 我问你 当今天下是谁的天下 是相王天下 你可知错 刘邦 知错 宏门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以当时光是兵力来看 项羽四十万 刘邦只有十万 他是绝对没有办法 硬碰硬的 西元前二零六年 一场惊心动魄的宴会 在咸阳城外的宏门展开 七楚霸王项羽作东 刘邦前来请罪 期间项庄武剑 意在佩公性命 为楚汉相侦拉开序幕 那这个时候张良看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张良就去外面 把凡快叫进来 凡快这个人是一个 有勇无谋的勇士嘛 他进来后就大喝一声 然后就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那么凡快那个气势 就把项羽给挣住了 厌无好厌 刘邦借口尿顿偷跑 项羽妇人之人纵虎归山 永远失去了杀刘邦的机会 也改变了楚汉局势 本来刘邦靠着斩白蛇崛起 项羽也不遑多让 被认为自带天命 在司马迁史记记载 楚国有位道士叫做南宫 南宫提出了一个预言说 楚虽三户 王秦必主 意思是就算楚国只剩三户人家 也一样可以灭王秦国 龙君 怎么复楚 就从这剑 从脚下踏着的无中开始 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 像你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立拔三心气盖世 他本身是一个英雄人物 他又出身贵族 但是你不能三打不斗嘛 你还是需要大家的这个支持 所以楚虽三户王秦必主 就是说我们楚国人 这个一定要集结起来 鸿门宴后项羽自封西楚 霸王定都蓬城 俨然天下共主奔丰群雄 引起汉王刘邦不满 双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刘邦集结诸侯联军 趁项羽在其地作战之际进攻蓬城 同城是没有防备的 刘邦一去五十六万大军 很多军队看完之后怎么打都赢啊 将军也没有见到大王 大王谁都不见 我看汉王啊 是被这场胜利冲昏了头 所以刘邦就志得意满 从此就夜夜升歌 那么他这样夜夜升歌 那下边的人也跟他一样啊 就吃喝玩乐起来了 志得意满的刘邦 还没发现后院即将失火 此时的项羽一反常态极为冷静 对当前局势进行全面分析 认为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 唯有抢回蓬城才是根本之道 为此他定下了反击三部曲 一是将自己的军队交给部将 让他打自自己旗号继续罚旗 做出本人仍在齐国的假象 第二个是告诉他的大司马荣居 固守处立 你不要乱动 第二个赶快把这个项羽的精卫 三万楼帆继兵 过去挡住了和方的军队 雷国 雷国 三万楼帆继兵对上项羽五十六万大军 双方兵力悬殊 项羽却是胜券在握 因为这三万精兵不是普通的军队 而是最精锐最凶悍的特种部队 楼帆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 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故以骁勇善战处称 在赵武灵王时 柔帆继兵就甄名大正 因为赵武灵王 就是向他们学习福福其色 国力才会大增 此后各国意识到继兵的强大 纷纷组建继兵金团 楼帆继兵到底有多厉害 首先是早期中原的继兵没有马凳 楼帆继兵用绳索绑成圈 做出马凳的效果以固定身体 近距离搏斗 远距离骑射 变幻自如 尤其是他们的持续非常的高超 所以他们可以不拉僵绳 那双手放开的情况下 他射箭或者是他转身射箭 他弯身下马都比一般的汉人的军队 他们不用重铠甲 他们用的这个铠甲是轻的 那么比较轻的情况下 他的速度就比较加快 速度加快他就可以怎么样呢 他不只是可以撑撞 原本的撑撞的这个功效 他可以打的 他还多一点 所以他可以远距离地用功名手 当年秦始皇派蒙田北伐匈奴 收编了部分的楼阪祭兵 而后储君在巨鹿大战中大败秦军 这支精锐之师到了项羽的手里 他收编 重整 强化训练 打造出一支所向披靡的魔鬼军团 还敢以如此悬殊之兵力杀回蓬城 在那儿没办法展开大军 可我何必带大军呢 營里剩下的骑兵都给我 大哥 难道 这简直疯了 项羽仔细考察第四之后 决定绕到蓬城西边 从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予以齐息 当楼阪祭兵 绕到蓬城西郊的宵箭之后 便在浮小时分 向数十万汉军发动偷袭 我项羽 我带你们回家 冲 爬 爬 爬 隨後向劉帥領柔帆祭兵 將探軍衝散 然後以驅趕的方式 將探軍包圍到赤水地區 探軍潰敗 自相踐踏 被奸死多萬人 劉邦的諸侯聯軍宛如烏河之眾 四處逃竄 劉邦本人在逃命的時候 嫌馬車跑得不夠快 還把車上的孩子一個個往下丟 快上車 不能帶著他們 他們不能跟著我走 帶著他們我會死 快走 鴻門宴這場敗局之後 項羽跟劉邦正式撕破臉 面對樓環祭兵的勇猛 劉邦該如何對抗呢 請繼續鎖定現代啟示路 歡迎回來 此理逃生的劉邦為了對抗項羽的 樓環祭兵 劉邦也自己組建了一支精銳的狼中祭兵 特別的是這支特種部隊也是來自 舊秦軍 民間傳說認為所謂的狼中祭兵 其實是騎始皇陵中的兵馬勇顯靈 過體到秦軍身上 他們加入漢軍追殺項羽 是名副其實的殭屍軍團 為什麼舊秦軍有人被項羽收編 有人卻對他奮起入骨呢 請看我們的深谷報道 他們不能跟著我走 你害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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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他最後全軍庫幕 他只帶著十幾個人跑 而且還是老天幫 因為最後上午要把他們殺盡的時候 這個時候突然之間狂攻大戰 所以看來這個是殲滅 看來誰才是天命所歸已經很清楚了 這次死裡逃生 讓劉邦見識到樓帆祭兵的勇猛 而如果想要與之對抗 就也得在祭兵上下功夫 既然我們要決心重拾河山 從頭再來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幹呢 我們要安撫天下的民心 要重練兵馬 不能讓天下的百姓和諸侯們 看咱們的笑話說三道四 首先是集合軍中擅長齊戰格鬥的將士 給他們裝備最精良的武器跟戰馬 全身武裝 並任命素有威望跟實力的禮密 落駕 擔任這支祭兵隊的教位 但這兩人是情人 擔心漢軍不服 於是他們請劉邦再派一名親信將領 擔任主帥 劉邦想到身邊擔任狼中的冠英 數點也不多 但精銳中的精銳 所以後來 劉邦跟夏宇在對戰的時候 真是不一樣的 一對打就超不遜色 這支祭兵部隊 以冠英的官銜 命名為狼中祭兵 他在短時間內 就把狼中祭兵培養成一支 戰鬥力超強的親祭兵 同城大敗後才不過兩個月 就在金線與鎖定之間成功反擊 劉邦也就訓練出了一支 劉邦是這個狼中軍隊 後來他們也殺了五個 樓帆兵的這個將領 那麼包括下面這個大將軍 龍去也是被劉邦的軍隊被殺 哈哈 Sam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放箭 西元前二零二年 竹汗戰爭進入最終的決戰時刻 項羽只剩十萬兵馬 劉邦與韓信英父等人會合 超過六十萬大軍散免包抄 西土霸王項羽遭圍困該下 大勢已去 在該下之戰中 郎宗祭兵緊追不捨 項羽慘伴 一路退到烏江河畔 逼不得已自吻 當時獲得項羽遺體的 楊喜 羽馬瞳 呂勝 楊武 王毅武人 統統都是郎宗祭兵 項羽在烏江邊自吻後 殘遭郎中祭兵分屍 民間因此傳說 這支祭兵很可能是所謂的殭屍軍團 是兵馬勇顯靈附在秦軍身上 才會所向披靡 這支祭兵的殭屍軍 是兵馬尼武人的殭屍 是兵馬尼武人的殭屍 和傳奇的殭屍 會成為殭屍 那麼項羽他當時進這個關中的時候 燒殺搶月 大家都知道他火燒都防攻嘛 所以所有的人對項羽 都是不支持的 而他們加入漢軍 醉殺項羽 就是為了報復項羽 啃殺秦軍 是名副秦時的殭屍軍團 殭屍軍團或許只是傳說 而郎中祭兵的確是舊秦兵 之所以全力欲血奮戰 就是因為項羽殺了太多的秦人 正所謂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世道者寡助 得道者多助也 深圳時聖敗往往受到某些關鍵影響 或許真的有天意也說不定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觀眾朋友 一起上現代啟示錄 Youtube訂閱跟分享 我是張英佳 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WE 묶言 我們一起去 我們今天我們去 很高興 但이�と 直播 我們我們來 我們來